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定义为实践哲学或者说生活哲学的人 所以他创造的实践哲学也是一个历史主义的这样一个录像 那么他创造的哲学一方面后来经过科罗奇的形而上学的改造 形成了意大利的哲学传统 另外一方面他又经过葛兰西的发展 创造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 对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发生了深刻的影响 那么这两个部分就使拉布辽拉的哲学 在整个意大利哲学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中 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其实连救拉布辽拉的哲学 我觉得有一个就是可以做一个案例来连救 这个案例是什么呢 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其他哲学的关系问题 其他哲学的关系问题 就是在我们现在这个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中 有一个倾向 有个倾向什么呢 马克思哲学不断地吸收其他的这个思想 它非常的丰富 然后吸收来了以后呢 它就在自我封闭的一个体系当中发展 它好像对其他的思想体系啊 不起任何作用了 不起任何作用了 它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人类这个文明大道上面 在这个人类文明大道发展 结果这个人类文明大道发展什么呢 紧紧之次啊 我吸收别的东西来发展我自己 但是我自身却不会对别的这个 其他的这样一个思想产生影响 这个这个很滑稽的 那就说马克思哲学产生了 走向了一个自我封闭 它而不能在这个构成人类整个文明发展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环 这个不是我们的这个 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 这个造成的 而是什么 我们的研究者的思路出了问题 思路出了问题 特别是在我们国家 这个研究思路啊 比方说现在我们这个思想界非常的活跃 这个新左派自由主义各种学派啊 他都对这个社会 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做了很多思考 这个马克思主义者也做了思考 包括这个二十年代三十年代 不说我们现在这个二十年三十年代 但是呢因为他不对话 所以他把它变成封闭了 觉得把其他的都看成是非马克思主义 把它排斥掉了 而不去跟他对话 不去对这个现代文明思想说什么 所以呢你就好像自己 把自己封闭在一个世外桃源啊 世外桃源和这个社会无关一样的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这个 这个马克思主义啊 会产生一种危机啊 产生一种危机 那么在二十年代三十年代的时候 这个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时候啊 就是在这个论战 东西文化论战 问题与主义论战 在不断的这个论战当中啊 发展起来 所以他的这个理论呢 就很丰厚很丰厚 那么同样的呢 我就说在这个意大利 为什么说这个拉布里奥拉的 这样一个哲学啊 可以作为一个典范来研究呢 因为这个拉布里奥拉的 这样一个哲学呢 他是对维科哲学 因为维科是意大利的 这个启蒙时代的思想家 他既是一个启蒙思想家 又带有反启蒙思潮的 这样一个特点 又带有反启蒙思潮的特点 那么这个反启蒙思潮什么 就是启蒙思想家 这个法国的这个启蒙思想家 他的一个重要特点 就强调啊 这个自然科学啊 强调自然科学 这个对于这个 把这个自然 以自然科学讲这个人的理性 就是理性是一切这个尺度啊 所有的这个社会 什么东西法律的东西 都要拿到这个理性的 这个审判庭来进行审判 那么他讲的理性什么 是自然科学的理性 而法国哲学对 十七世纪哲学的批判 就是十八世纪启蒙哲学 对十七世纪的批判 它的根本点是什么呢 就是说 这要把这个原来作为 自然科学的 形而上学的 这种最新心的 这样一个理论 这样一个形而上学 把它还原为 世俗的理性 就讲我现代社会的 世俗的理性是什么 我要把这样一个理性 解释出来 那么这样一个理性呢 它是自然科学 无法解决的 你要研究人的生活现象 人的情感情绪 这样一些东西 你不是自然科学能研究的 那么就要用什么方法呢 所以这个注定了 这个启蒙哲学家 不能完成他自身的任务 所以在这个启蒙思想当中呢 发展出来反启蒙思想 这就是维科的这个思想 那么维科就强调 这个人的社会 历史社会 民政社会 应该到民政社会 本身去研究 就是强调对法律本身的研究 他所谓的民政社会 就是法的社会 因为他是学法律的 学过法律和修持学 应该到这个语言 就是他以这个语言的 这样一个方法分析 所以他到民族文化里面 重新去建构 这个人的这样一个理性 他的一个历史理性 那么这样一个思想 就形成了 意大利在这个启蒙时期 意大利的这样一个 一个意识主义的 这样一个传统 可以说是他这个文艺复兴以来的 这个伦文传统的一个 一个哲学 很重要的一个哲学发展阶段 哲学发展阶段 那么这样一个哲学呢 可以说我们刚才讲了 维科的这个哲学 他是以这个研究原始名厨的 就是最早的原始名厨 那么他就不能够揭示 这个世界历史的普遍性 而这个拉布里奥拉呢 他在继承了这个 意大利的这个哲学传统的时候 就用马克思主义哲学 特别是维吾史官 来改造了这样一个 可以说改造了这个 维科的哲学 也就是说改造了 意大利的民初哲学 在当时的话 意大利的这个哲学 他可以说很丰富 但是呢 他不被世界承认 你其他的国家都不了解 意大利哲学 因为怎么呢 你没有普遍性 你没有活得普遍性的时候 别人是不承认你 也是没办法来吸收你的 所以经过这个 拉布里奥拉的改造以后呢 这个就对科罗奇 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我们知道科罗奇 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家 但是呢 他后来对这个 他因为是继承了 这个拉布里奥拉的传统 就形成了 这个 整个的 这个意大利的传统是什么 讲实践哲学 所以科罗奇也讲实践哲学 也对这个历史哲学 他就建立了历史的形而上学 就是把历史哲学 把这个 拉布里奥拉的 历史唯物主义 我们来讲啊 历史唯物主义是什么 它是一种历史理论 在这个上面呢 他应该还有一个什么 形而上学 这个他应该是作为什么 历史唯物主义 理智是一个历史理论 你只有 哲学只有上升到形而上学 才能把它的这样一个理念建构起来 就是说你作为一个历史哲学的 你是历史理性 你是怎么建构 你一定要通过形而上学建构 而科罗奇的改造 对这个 这个 拉布里奥拉的改造呢 就是把他所提出的 这个历史主义的这个原则 改造成了 这个形而上学 改造成一种历史的形而上学 不是理性的形而上学 是历史的形而上学 那么由于形成了历史的形而上学 就形成了意大利的哲学传统 就是一个历史主义的这样一个哲学传统 那么这个哲学传统呢 后来又经过了这个葛兰西的改造啊 就形成了这样一个意大利的整个的发展 最后对西方马斯对这个哲学发展 产生很大影响 那么科罗奇呢 可以说 对整个这个世界 这个哲学啊 开始产生影响 别人都知道这个科罗奇 而且也借鉴他的思想 那么葛兰西呢 就更是如此 一直到现在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在这个发展啊 在这个意大利 一个是民族哲学的这样一个发展上 一个是马克思主义哲学 和其他哲学的这样一个关系上啊 呈现出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特点 就是说其他的哲学啊 你必然 就是整个这个 比方说意大利哲学啊 他其他的哲学 他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啊 经过这个拉不了拉的 这样一个改造的基础上啊 来发展起来的 发展起来 呃其实在这样一个西方哲学当中啊 还有很多的案例 你比方说法国的社会学啊 包括我们讲的 这个很多社会学家 他 比方说斯特劳斯 他也不是 他也不是这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家 但是他就说 我是按照马克思的劳动理论 建构我的社会学理论的 他很多他都是这样的 就是他借鉴他的思想 但是我们没有研究 没有开展这一方面的这样一个研究 但是拉不了拉的这个例子呢 可以说 给了一个我们研究 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其他哲学关系的 这样一个赎影 以及这个民族哲学啊 马克思主义哲学 对于改造民族哲学的这样一个意义 就是对于民族哲学 那么我们可以用这个方法什么 反过来可以研究这个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在近百年的这样一个历史当中 他对这个整个民族哲学的改造 起了什么作用 起了什么作用 这是我们研究的一个漏洞 就是没有开展研究的 所以你的合法性没办法证明 实际上你刚好就是说 他和乳歇是从不同的项度 来改造了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化 传统哲学 使他走向了这个世界 要不然就没有这个 民族的这样一个今天 所以你要想用这个古代民族 来说明这个20世纪的中国民族 以及说明21世纪的发展 你是绝对说明不了的 他一定要有这个 获得这个世界普遍性的 这样一个内容 世界普遍性内容 这是一个方法论的问题 所以研究拉布里奥拉的哲学 我们在这个方法论上 它是最突出的 那么既然是这样的话 所以而且他的这样一个思想 主要体现他的最主要的著作 就是关于历史伪惑主义 这本书里面 我们国家已经翻译过来 你们可以看一看 这样呢 就是也构成了我们 这个研究拉布里奥拉 这个思考的一个几个题目 一个呢 就是拉布里奥拉的 这个马克思主义哲学 和意大利哲学传统之间的 联系和变革关系 也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就是说他的这个哲学 对于这个前史的 意大利唯一复兴以来的 这个传统 以及包括这个启蒙时代的 这样一个哲学的 这样一个变革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说他对以后哲学的 这样一个发展 整个意大利哲学 意大利哲学由一个 它的人文主义历史主义 由这个民族哲学 走向这样一个世界哲学的 这样一个过程 这样一个阶段 一个过程 这样一个考察 所以可以从这个实际上 虽然我们这个里面没开展 但是可以开展研究 比方说这个 可以去看一看 我这 这个科罗奇 写的一个维科的哲学 你可以看 科罗奇 他作为一个大的 这个历史哲学家 他是怎么去看待 这个 维科的 那么通过这样一个改造 你就可以看到 这个意大利的传统 他是怎么从这个一个特殊 走向一般的这样一个 走向一个 获得世界历史内容的 这样一个过程 这样一个过程 他通过什么眼光 去折射这样一个 维科的这样一个思想 那么这个你可以研究 还有一个呢 就是 纳布里尔拉 就是我们后面的 纳布里尔拉和这个 葛兰西哲学之间的 这样一个关系问题 也就是说这个 第二国际和西方马克思主义 我们后面要讲 这个葛兰西的 也是我们讲的这样一个重点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民族哲学 它怎么发展起来的 它的这个文化哲学的 这样一个特点 所以这是构成了 我们这个 对它的这个思想的 这样一个思考 可以说从一个 很宏观的 这个马克思主义哲学 和这个 非马克思主义哲学 之间的关系 而是把它放到 这样一个历史过程当中 去思考它的 这样一个意义 这是第一个思考题 和第五个思考题的 这样一个内容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 纳布里尔拉 对维吾史观的贡献 它的贡献 究竟是在什么地方 同样都是讲 维吾史观 它的作为 从实践哲学的角度 讲 维吾史观 是个什么样的风貌 是个什么样的风貌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呢 就是它的 涉及它的一个 比较具体的内容 就是说 它这个 拉布里尔拉的 历史主义方法是什么 怎么样看待 历史主义方法 它和 这个拉伐格的 经济决定认的 这样一个方法 有什么意同 有什么意同 它们之间的区别 是什么样的 最后还有一个呢 就是 拉布里尔拉 是怎样理解 维吾史观 变革的意义的 变革的意义的 这几个题目 都是上 也都是我们要讲的 这个最主要的内容 那么前面的呢 我们是把它 大致做了一个勾画 做了一个勾画 下面我们会 通过它对维科的 这样一个 思想的改造来讲 思想的改造来讲 那么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因为这个 克什的关系 我们主要是讲 它的两个思想 一个是它的 这个历史主义方法 一个是它对 历史唯物主义理论 做的起源学的考察 一个是它的 历史主义方法 一个是对历史唯物 唯物主义 这个历史的 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 做的起源学的考察 这个呢实际上是 它的历史主义方法 在理论分析当中的 一个体现 那么首先呢 我们看一看 这个前面我们讲的 就是它的这个 思想来源 思想来源 主要是这个 刚才我们讲的 主要是通过 这个维科的方法 来进行这个 通过对维科的吸取 第二我们讲一下 这个历史主义的 这样一个方法 首先讲它的 起源方法 讲的起源方法 所谓起源方法 什么叫起源的方法 它为什么不叫 上它说的起源方法 就是唯物辩证法 唯物辩证法 但是它为什么 不叫唯物辩证法 而叫起源的方法 它为什么要用 这样一个词啊 它说这个 它说因为啊 它说这个 要把马 它说用起源的方法 就可以把 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 和黑格尔的辩证法 把它区别开来 它说你要用 这个辩证法这个词啊 你就没办法 把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方法 和这个黑格尔的 这样一个辩证法 两个辩证法 没办法区别开来 为什么这样说呢 它说辩证法 作为一个方法 它说黑格尔那 辩证法作为一个方法 它本质上是形式逻辑的 是一种形式逻辑的方法 它是用那个三段式啊 把它构造起来的 把它构造起来 所以你看它是一种 这个一个抽象的 这个结构构造的方法 但是呢 起源的方法 它是一种经验的 它是一种经验 也就是它是不可还原的 这样一个方法 是一个叙述的 这样一个方法 是一种历史的 这样一个方法 所以一个是一个 它说作为一个形式逻辑的方法 它是可以构造 是可以还原 而作为这个经验的 历史的方法 它是不可还原的 所以呢 它说这个 在这样一情况下呢 它说辩证法的是黑格尔的 辩证法是黑格尔的 而起源的方法 才是马克思主义的传统 起源的方法 是马克思主义传统 那么这个起源方法应该怎么研究啊 这个纳布尼奥纳认为了起源方法的这个重点呢 要研究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个是考察资产阶级的起源 就是你在研究起源方法的时候 它不是空洞的 你要考察了资产阶级的起源 这是什么呢 面向社会 现代社会的内容 你要马克思主义考察起源呢 首先要考察资本主义社会起源 因为马克思主义的这样一个方法 我们讲了 马克思主义这个全部方法的是什么 它是通过研究资本主义社会 来揭示人类历史的规律 当我把资本主义社会都研究 透了整个社会形态揭示出来的时候 所以它揭示了什么 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 那么它的产生是什么 资本主义的史前史 那么它的灭亡是什么 是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所以实际上马克思描述的规律 它不是说每个人描述这个规律 它可以有不同的方法 有不同的重心 而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分析资本主义的社会 以这个为重心的 所以包括现在西方马克思主义 为什么要强调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你只有通过资本主义批判 也就是说你立足于当下现实 去叙述未来 和走向这个 去揭示未来 然后叙述这个历史 一方面在这个历史当中 找到自己的合伐性 它的根基 另外一个方面 在当下的批判当中 建立未来的理想 去建立自己的这样一个形而上学 去建立形而上学 你的任何一种理论的合伐性 它实际上都是在它的过去 现在和未来的这样一个时段当中 来建立起来的 那么这个现在建立的这个时段的重心是什么 一定是对当下的一个批判和说明 如果你一种理论 不论说明当下的现象 不能在历史上找到它的根源 不能建立你形而上学的理想 那么你这个理论就没有它自身的合伐性 你仅仅是在当下说出你两个意见来 你这个理论也不能成立的 你要有非常丰厚的这样一个历史厚度 历史厚度 所以这个纳布里奥拉强调 他说这个起源的方法 一个很重要的 马克思的起源方法叫什么 要考察资本主义的起源 这是面向现代社会的内容 他说第二个方法呢 就要划分出人类历史发展的 阶级的古代社会形式 也就是用摩尔根的话来说呢 是从野蛮时代高级阶段 向文明时代国家的这样一个过渡 也就是说从古代社会 向文明社会过渡的这样一个环节 他说在这个方面呢 历史学家 法学家 神学家和哲学家 已经做了很多的研究 他说和这个研究不同的是呢 他说唯物使官是从经济的角度 分析阶级的产生 揭示人类社会从野蛮时代高级阶段 向文明时代转化的历史避来性 他说这就赋予了历史研究 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 全新的思维方式 就说明你这个文明转化 文明形态它是怎么转化 也就是说现代社会 就是我们的这个文明社会 是从什么地方起源的 一个是现代工业社会 资本主义社会是怎么起源的 另外一个呢 是我们的人类文明社会是怎么起源的 就是成文史啊 你的成文史是从哪来的 它能够起源方法 主要是要考察这两个方面的内容 这两个方面内容 这是就起源的这个方法本身 那也就是说什么呢 它就是要开展这个面向事物本身 开展这个自我批判 自我批判 这就是他所说的历史主义的方法 历史主义方法 那么这个历史主义方法强调什么 历史先于逻辑 历史先于逻辑 因为你要以这个历史的叙述 对它的起源考察为主 而不是从鲜艳的构架逻辑 来构造一个历史 你对现代社会的东西啊 你一定要从它本身的 这样一个经验的描述开始 经验描述 这就叫历史先于逻辑 所以我们说现在这个 你包括这个对社会考察 对我们现实思想考察的时候 你都有一个方法论的运用问题 你是用一个逻辑去套现实 去框它 还是说我从这个 这就是说我们讲的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啊 20世纪啊 马克思主义哲学啊 它是从什么 重新思考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开始的 重新思考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开始的 为什么要从这个关系开始呢 就是它认为啊 你不能把一个理论啊 简单的运用于实践 你真正有价值的理论是什么 是应该从实践提升而来的 提升而来的 让我举一个例子啊 我举个例子 比方说这个 同样的 我是在这个研究那个曲秋百的时候啊 就是发现 那个曲秋百也讲这个 也分析中国农村问题 也分析中国的农民 中国的这样一个工业发展 但是他分析这个中国发展的 这样一个方法是什么呢 他是从列宁的这个理论来的 他是因为列宁呢 分析了 因为这个俄国也是一个 政治经济文化落后的一个国家 这个列宁呢 也关心了这个农民问题 以及这个东方国家的 这样一个发展道路问题 他就根据这个列宁的理论呢 来分析中国的问题 分析中国的农民问题 那么和他一样的 毛泽东也分析了 但是毛泽东和他的路向不一样 他不是以这个列宁的理论呢 来简单的套用 而是什么呢 他是根据中国革命本身的 这样一个规律 通过对中国历史的 这样一个研究 然后提升上来一种理论 提升上来一种理论 所以他的这样一个理论 具有更大的原创性 具有更大的原创性 也就是说你这个理论呢 他虽然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 他仅仅只是作用方法 而不是把他的理论 简单的用来套用现实 而是什么呢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东方马克思 一定要强调马克思主义是方法 就是你方法是什么 方法对理论它有一种解放的作用 我不局限到这个理论 我可以把你的这个理论 把它打破它 然后呢 我再建立新的这样一个理论 那就是什么 你从方法走向了实践 然后再实践提升为理论 所以他的形成是第二个路向 那么这个西方马克思主义 重新讨论 包括这个法南科普学派 都开始讨论这个问题 实际上就是什么 我们要建立一个新的方法 要革新马克思主义 革新这个整个的这样一个哲学 所以他都要讨论这样一个问题 实际上是坚持这个 从实践到理论的这样一个路向 坚持从实践到理论的路向 那么这样一个路向呢 在方法论上呢 就是历史先于逻辑 我是从历史啊 分析然后来叙述逻辑的问题 这是一个方法论的问题 是一个方法论的问题 是一个方法论的问题